哈喽大家好我是Vya 我又来给大家分享我的爱用物了 对我上个月没有发爱用物视频 所以就把上个月跟这个月的爱用物一起分享了 然后东西呢也不是很多 大概跟我每个月发的爱用物分享的东西差不多 然后这些东西呢就是有洗护 有彩妆什么的 就是这些 有上一次我开箱的时候跟大家看的那些东西 但是还没有给大家反馈 然后就放到这个爱用物里面一起跟大家说了 那如果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就看下去吧 那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洗发水 这个洗发水是我在开箱里面有给大家看过的 然后当时我不是还没有拆开用过吗 现在开始用了这个洗发水跟这个护发素了 用下来之后我觉得还可以 而且这个特别的香 我还挺喜欢这个香味的 这个洗发水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说 我6月1买的时候看到很多差评吗 就是说它有起头屑什么的 其实我刚开始用的时候是有一点点那种情况的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我买亏了 但是呢我觉得这瓶洗护 如果不用的话也挺浪费的 我又继续用了 然后用了两三次之后吧 我觉得就没有那种情况 我就觉得其实还挺好用的 用完之后呢头发比较清爽 而且就是比较蓬松轻盈的那种感觉吧 我觉得不容易干枯跟毛躁 因为我现在不是短头发吗 如果我的发烧比较干枯 比较毛躁的话会显得很不好看 就很不精致 我觉得这跟长头发的时候还不一样 长头发的时候其实 你头发比较干的话也不是很明显 这个因为它上面不是写着 修复损伤改善分叉防止干枯吗 当时我看到这三个关键词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那种滋润型的洗发水 但是它上面又写着是清爽控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洗发水应该是 比较控油的洗发水 但同时又是滋养头发的那种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头顶比较油 然后发尾有比较干的人来用 像那种特别油的就只想让头发很干燥的那种 可以试试袋鼠的那个 我之前长头发的时候用那个袋鼠的那个 真的很好用 非常的控油 因为洗完之后有点不顺化 就是很色的那种感觉 但当时我是追求不油 但是现在短头发了嘛 我就觉得用这个还挺合适的 然后这个洗发水用完之后 头发会特别香 这个洗发水的香味我觉得还是比较持久的 等你干洗头发的时候 你的头发还是香的 然后这个洗发水的质地是那种特别稀的这种 就是你倒到手上它会很快流下来的那种质地 从这瓶子里也能看到 就是这种特别稀的 但是我一直觉得像这种特别稀的洗发水 都是不太容易起泡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它泡沫还挺丰富的 因为我头发比较油的时候 我用这个它还是能起很多泡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用两遍这个洗发水 然后冲的话 然后冲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好冲的 然后冲完之后头发还是挺顺滑的 这一套洗户呢我觉得就是在有活动的时候会是比较划算 就是200块钱左右的时候会比较划算 但是平时都288还是多少来着 反正快300块钱了我就觉得不是很划算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活动的时候去入 那下面这个呢是一个洗面奶 就是这个香奈儿的洗面奶 这个洗面奶真的是很大一支 我觉得能用挺长时间的 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用的话 我觉得这一瓶都能用三四个月吧 但是我是跟罗哥我们俩一起用的 罗哥这个人用东西是比较废的 他一次都挤好多 但其实这个 但其实这个洁面我觉得它是 嗯 非常容易起泡的那种 你就挤一点点它会有很多泡沫 就是泡沫很丰富嘛 这个洁面我觉得清洁力挺强的 我是一个混油皮 夏天来说我觉得很清爽 清洁力比较强 然后也比较容易洗干净 洗完不假滑 也不紧绷的那种洁面吧 而且它量比较大 但是它相对其他的洁面来说就稍微贵了一点 这个是 我是找代购买的是300多块钱 然后我们平时买那种弗里方丝 然后还有其他洁面都是100多块钱 但是这个量比较多 所以算下来比那些评价的洗面奶也贵不了很多 然后这个味道也是我喜欢的一个味道 我觉得挺好闻的 可能我这个人其实对香味的要求也不高 洗面奶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 这支洗面奶是我最喜欢的 但是如果说性价比的话 它不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洁面 下面这个 这个是洗脸巾 我也是在开箱里边有给大家看过的 我当时买这个洗脸巾不是觉得它比较卫生吗 是这样两层盖的 这个是因为我已经拆开用了 这个是拆开的 然后平时在那里放着都是可以这样扣起来的 这样不是比较卫生吗 因为我们家住的是11层 但是11层是灰尘比较多的一个楼层 然后我们家平时开窗通风的话 会进比较多的灰尘 这样有盖子的会比较干净一点吗 我当时是买了珍珠纹跟网格纹的两种 我用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其实买这种网格纹的就够用了 因为我平时用这个洗脸巾就是 在我洗完脸的时候来擦手和擦脸用的 网格纹的会比珍珠纹的要薄 所以它一盒里边要比珍珠纹的装的要多 这一盒网格纹的这一盒是有80片 像那个珍珠纹的是只有60片的 就这种网格纹的是比较划算的 所以我觉得用那种珍珠纹的就有点浪费了 这个不是一盒有80片吗 然后早晚洗脸各用一片 一天用两片的话 这一盒能用40天 就能用一个多月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吧 然后它的材质 我觉得不算特别软 但也不是特别硬吧 湿水之后就变软了 所以拿这个来擦脸的话 我觉得它吸水性挺强的 我擦完脸擦完手 也没有说湿到能挤出水来那种程度 之前用的免色一张的话 不太能把我脸跟手都擦干 当然这个是可以的 我一般情况下擦完脸擦完手之后 还会再擦一擦那个洗手池的台面 下面这个是欧莱雅的黑精华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吧 我觉得这个精华还挺火的 这是一个抗初老的精华 虽然我今年才22岁 但我已经开始抗初老了 对因为我觉得 抗老这件事吧 它是要提前做的 就是要预防的 等你哪天你真的意识到 自己比同龄人看起来要显老了 那就晚了 我觉得就是单独看我的脸的话 没有感觉我年龄大了 但是跟两三年前的照片一对比 就能感觉到 我现在胶原蛋白真的是 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我以前虽然也有用 抗初老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感觉没有那么重视 我现在要开始重视起来 那欧莱雅黑精华的两个核心成分 就是二裂酵母和酵素复合物 那二裂酵母 大家应该都听很多人说过了吧 简直就是抗老和修复界的抗霸子 对那酵素复合物呢 其实就是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 和促进后续护肤品吸收的 那其实皮肤衰老的两大源头 就是我们皮肤的DNA受损 和新陈代谢的减缓 此外先照射呢 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导致 我们皮肤DNA受损的因素 那欧莱雅黑精华的这两大核心成分 刚好针对这两大源头来抗老 然后就是再说一下它的这个质地 那它的质地呢就是这种半透明的质地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这种混油皮来用的 它比较轻薄好吸收 也比较适合油痘肌不会焖痘 而且这瓶黑精华可以代替刷酸 保护肌肤健康 比较温和的代谢我们的角质 换活肌肤底层 大家真的不要轻易刷酸 真的太伤角质了 很容易把自己搞成敏感肌 所以这瓶黑精华真的是比较适合 作为一个入门级的抗老精华来用 性价比很高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柏莱雅的双抗小夜灯眼霜 这个小夜灯一听就知道是针对熬夜挡的 对这个眼霜主要就是去黑眼圈 去浮肿去细纹了 虽然它是一个眼霜 但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眼部精华 因为它的质地是这种半透明 很水润的质地 不能看出来 真的很水润 就是特别的清爽好吸收 这种质地的眼霜涂到眼上绝对不会长脂肪力 而且它推开的时候也很顺滑 不会拉扯我们的眼部皮肤 因为我们的眼部皮肤是比较薄的 如果经常拉扯眼部皮肤的话 会造成眼部松弛 而且容易长细纹 会比较显老 我觉得这个眼霜的质地是我用过 我最喜欢的一个眼霜的质地了 包括我之前用过的很多大牌的眼霜 其实我的黑眼圈还挺严重的 但我不是天生的那种黑眼圈 我是因为熬夜 然后眼部的血液循环不顺畅造成的 我觉得黑眼圈在显得人没有精神的同时 也会显得我们的这个面中凹陷 因为这个是黑色的嘛 就会视觉上显得会有一点凹陷 我就是眼下黑眼圈比较重 如果不化妆的话 就会显得眼下凹陷 那我最近用这个眼霜呢 我觉得是有效果的 我的黑眼圈变淡了 而且黑眼圈的范围也变小了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自己用了去黑眼圈的眼霜 就可以使劲熬夜了 不行的 还是要早睡早起 还是通过Mayville牙包杆菌提取物 来减少血液中的有色成分 减少黑色素沉积 以及强韧血管 来达到去黑眼圈的效果的 其实这个眼霜里面 添加的还有复合咖啡因 这个复合咖啡因是消肿的 如果是经常眼周浮肿的姐妹 也可以用这个眼霜来改善 波莱雅不是有一个双抗精华吗 那这个眼霜也延续了双抗精华的一个抗氧抗糖配方 来抵御眼部出老和对抗细纹的 跟这个眼霜一起寄来的还有一个这个小海豚的一个按摩仪 别看这个小小一只 它真的挺有分量的 我涂完眼霜之后就会用这个按摩仪给眼部按摩促进吸收和消肿 这个也是可以用在脸部的 就是可以替拉我们的脸部肌肤 以及促进抗肤品的吸收 我看现在官方期间店买这个眼霜 还送这个小海豚的按摩仪呢 我觉得挺值得 下面就是彩妆类 我们先从口红开始吧 那先说一下我今天嘴巴上涂的这个口红 我今天涂的这个口红是Mac的316 就是那个磨砂的chili嘛 这个好像是炫雅色 这个口红转出来的颜色 是这样的有一点土橘色的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涂到嘴巴上之后 不是这个颜色的 要比这个颜色要淡一些 就是看起来更年轻更温柔一点 那这个普通版的这个chili我也有 给大家看一下它两个的区别 其实这样看的话 我觉得两个的颜色还挺像的 只不过这个是普通版 这个是磨砂版的 那我们再涂到手上看一下 这个是磨砂的 我觉得涂上很顺滑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 怎么说 又元气又温柔的那种感觉 这个颜色会淡一点 就很适合春夏来涂 我最近还挺喜欢这支口红 其实我这支口红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我拍婚纱照的那家店送给我的 因为我之前结婚的时候 在他们家拍的婚纱照嘛 发完之后大家都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大家都去他们家拍照片 我给他们店里介绍了很多 我的朋友什么的去拍照嘛 然后他们就送了我一支口红 还送了我一个拍照片的套餐 但是只能在七八月份 或者是十一十二月份去拍 所以我打算今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去拍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普通版的chili 涂到手上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颜色是更深一点的 这个是磨砂的那个雾面的 其实两个都很好看 但是现在不是春夏吗 我更喜欢用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磨砂的涂上也不会干 就是比较丝滑的感觉吧 而且这两个对比的话 我感觉这个磨砂的这个316 这个会更显年轻一点 这个涂到嘴巴上真的挺好看的 这个是花枝小的色号是真果巧克力 包装是比这种比较可爱的 但是真的看起来有一点点廉价 因为它这种外边是这种纸壳子 但是呢它又是这种磁吸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的结合真的很神奇 这只口红是一个磨砂面的 颜色挺深的 看起来就有一点牛血色的感觉吧 反正我还挺喜欢这种颜色的 不管夏天还是冬天的话 这种颜色的口红我一般都会用 这只口红的味道呢 就是那种甜甜的巧克力的味道 跟它的这个名字很符合 跟它这个色号名字很符合 真果巧克力 这个用上我觉得也很顺滑 这个颜色很好看 这种颜色比较深的这种牛血色 我觉得普通的chili跟这个真果巧克力一对比 这个颜色看起来也显得浅了 这三个就是满满的深 这个颜色是比较显白的一个颜色 这只口红很便宜几十块钱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划算 它的质地我觉得很不错 除了这个壳子 看起来不是那么贵以外都挺好的 但这个壳子虽然看起来不贵 但是还挺可爱的 然后颜色做的也比较正 比较好看比较显白 那我再把这个上嘴试一下吧 我这个就不擦掉了 因为这个颜色比较深 应该可以盖过它 这就是我涂上这个口红 但我觉得这个口红的颜色 不太适合我今天这个睡衣 因为我这个睡衣就是比较可爱 比较少女的嘛 这个颜色真的挺显白的 但是不适合今天的我 然后下面这个 这个是阿玛尼的206 对这个是去年冬天 还是什么时候 好像是 这个好像是去年的新色吧 去年太火了 我一直没买到 然后我就没有买它 今年才买了 当时我在纠结415跟206 但是后来我觉得 可能我会更喜欢 可能206一些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206的颜色 这个阿玛尼的206 跟刚刚那个 真果巧克力颜色还挺像的 只不过这个是 红掉更多一点 然后颜色没有这个重 其实这四个颜色 都可以算是 同一类的颜色吧 我现在把我嘴巴上 这个颜色擦掉 再给大家看一下206 这个就是206 这样应该算薄涂吧 再涂一遍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 厚涂比较适合秋冬 薄涂比较适合春夏的一个颜色 今天这三只口红都很好看 我最近就是比较爱用的三只口红 就是这三只 这三只我觉得都是比较适合黄皮的 因为它都是偏棕偏橘的一些颜色 下面这个是个睫毛膏 对我觉得这个看起来真的好像眼线笔啊 但是它是一个睫毛膏 这个牌子怎么读呀 我不知道一个国货 它为什么取一个这种英文名字 就是I-N-S-B-A-H-A 这个 这上面写的是 全杖扎女睫毛膏 防水千肠 不易孕染 这个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 然后说刷出太阳花 反正就是很好用嘛 这个睫毛膏的头 是这种金属的这种螺旋头 然后我发现这个睫毛膏 它好像不是那种 普通的睫毛膏里面 是那种膏体 这个是这种液体的 用它这个螺旋头 就是像一根螺丝一样 用这个螺旋头来刷睫毛 我觉得这个刷完睫毛之后 确实能把睫毛刷得挺长的 也挺密的 然后因为它这个是液体嘛 所以不会像普通的睫毛膏一样 就是一块一块的粘上去 有那种苍蝇腿的感觉嘛 看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睫毛膏 这个刷完之后它会比较硬 我觉得它是 就是在定型 就像以前的那种整一水似的 这个是100多块钱 比其他的一些国货睫毛膏 要贵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能用的时间比较久 因为它是液体的嘛 然后有这么多 我觉得应该还能用挺久的 因为它没有膏状的那种占空间嘛 就这种刷头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比较新鲜 然后它用起来挺好用的 这个它还送了一个睫毛夹 但是我觉得这个睫毛夹就一般般吧 就不是特别好用 但也不是特别难用的那种 就是想要把它加俏的话 需要非常的用力 我觉得不如背印跟直钻绣的好用 但是它的送的嘛 我一般对赠品要求不太高 如果它特别好用 我会很高兴 不好用吗 也是可能也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吧 我就这样想 然后是这个眼影盘 这个是我最近一直用的眼影盘 这个也是我之前开箱视频内的时候 有给大家说过嘛 但是当时不是还没有用吗 只给大家试了一下色 这个眼影盘我用下来之后 的感受就是 它的这个粉压的是比较松的 所以比较好取粉 但是它不飞粉 你看我这个盘上 它没有多余的粉飞出来 就只有这个镜面上就有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我拿来拿去 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也会戴这个嘛 因为这个盘比较小 所以我出门才戴它 这几个不都是哑光色吗 这个是一个微珠光的颜色 但这个珠光不太闪 就不是特别明显的那种珠光 我今天涂了这个珠光的颜色 但是估计在镜头里边 大家都看不出来 只有一点点一点点 非常细微的那种闪 比较喜欢涂光眼影的话 就这盘还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平时喜欢在眼皮上 点一点亮晶晶的珠光的话 可以戴一块单色的 亮片色的眼影 或者是戴一个那种 亮片的液体眼影 然后其实如果买一个 特别大的眼影盘的话 用到的一些颜色 还是比较常用的那几个颜色 这一盘里边常用的颜色都包括了 然后这些颜色呢 也都是比较日常一些的颜色 虽然我上次给大家试过色 但是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就是这一盘的颜色了 我觉得这一盘的颜色 都不是特别重的 除了这个颜色 都不是特别重的那种颜色 比较适合我们日常化淡妆 这个就是它的珠光色 是不是在镜头里边 都不怎么能看出来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 当做一个高光来用 因为不是特别显眼吗 不是那种特别高调的亮片 好了那今天要分享的爱用物 就是以上这些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或者这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一定要给我弹幕评论 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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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